现在我们要当老师的话呢 我们就请大家 你来开这个网址 叫HiTeachCC 这里我先把教室重置一下好了 好 老师您进到HiTeachCC 那这边会有一个登录的需求 你就跟我刚刚一样 来我先登出好了 好 那 老师现在先 因为你们要安装那个APP 所以呢 你就是 直接扫 就是 登录当后扫 应该扫QRcode应该没有用 就直接 登录就可以了 这样OK吗 有没有进来就有这个画面 我等大家一下 这个 在我们刚刚的这里 教学文章我把他打开 那个网址 就是老师刚刚进来 或是在这边 好那您就可以直接用您的信箱 直接做登录 注写一个账号 直接登录就好 这里有免费注册 有没有 您也可以从下面 如果您想用 Google账号 懒得 在做那个 注册的动作 他下面是有个Google Google账号 Facebook 也可以直接授权 这样比较快 所以进来之后 您应该会看到跟我这样的画面 只是呢 人数没有那么多 好 人数就是十个人 好 OK了吗 来 那 对对对对 好 来 这里 那您可以看到在这里 他有说 两件事情 第一个 老师的PDF 打案在哪里 好 那第二个就是 如果你 没有先准备好PDF 也没关系 我就开一个空白的 好 那 再来我们重要的 在下面这里 您看一下 我们刚刚不是 在设那个单选拟的时候 我们的选项都是APC吗 因为他预设就是APC 那如果老师 你想要打变成 一二三四 就是也可以 只是 他这里设定就整个教室 所有的问题都会是同一个 都是同一个样式 他没办法说 这一笔是APC 下一笔是一二三 那 再来 您可以看到 你的连线数跟作品收集数 有没有跟我的不大一样 因为你刚刚不是用APP分入的 所以 同学的人数是十个 然后呢 作品数只有一个 我们刚刚最后面那个 就是作品的 就是只有一个 这样谈解 好 那如果你用就是APP的就有比较多 等于你可以同时收集比较多同学的问题 这样子 好 那我们先用空白的好不好 先用空白的 好 点进去来 你就可以看到 他要开始半年产生 有没有 教室产生好了 所以老师自己 手机可以扫 或者是下面这里 有没有一个超连结 你可以跟我一样 同时身兼两个教室 就是我一个页面是当老师 然后点这个 另外一页面当学生 也不一定要用手机 好 你看我就点下去了哦 因为他一定要有同学进来 才可以玩 所以如果你没有同学进来 就不能用他 你看 我复制好了 就来这边 把它做一个贴上 好 有没有跟老师 刚刚一样 帮学生 输入你的名字就好 因为你的那个课程的代号 他已经帮你 产生在里面了 所以你只要 设定好你的名字 加入 这样学生就进来了 那您可以看看 老师这边 你会看到 有一个同学进来了 这样OK 可以了 好 那么右手边这个 就是这个 中间这个资讯呢 您可以先把它收起来 也可以 就是这边 你可以先把它收起来 好 那如果你有需要 有同学就说 老师 我们刚刚就是说 隔壁同学也可以给他看 那万一坐比较远没有 没关系 你要重新打开 请看上面这里 有没有这个 再按一下 有没有跑出来的 再上方 再上方 所以您如果关掉了 不要担心 在上面这里再按一下 就就有了 为什么 你们连不上哦 好那老师都进来之后 刚刚讲这边 那你注意一下 在右上角另外一个 这里就是告诉你 你现在的简报业数 还有总共多少页 然后现在在哪页 好 好